焦点回到台湾当时也是震惊社会夜店杀警案 13位焦宝被告依照了规定是首度的 到了北院罚警室来报到 不过其中游家华大迟到 整整晚了半个小时才赶到来点名 另外一宝红则是由妈妈一熟宽来陪同 8点钟就到北院来等候 期间还唱歌来献给了妈妈 另外曾威豪见到了媒体 则是躲进厕所避免采访 上午9点钟杀警案13名焦宝被告 陆陆续续前往北院罚警室报到 你们想要说对不起 一人一熟宽带着儿子易宝红 最早抵达是所有被告里 少数没戴口罩遮掩 易宝红面对镜头还大方献唱 但你来推移 首度报道状况多 有人跑错罚警室 有人姗姗来迟 被告游家华 整整迟到31分钟 则薇豪见到媒体立刻躲 新冠军人很丢脸 他躲厕所吗 13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 到500万元不等金额 有条件交保 除了宵禁 深夜10点后不能外出 还要亲手写20篇做人忏悔 意气怎么形容 讲真的意气要形容的话 要用在对的地方 才叫意气 才叫正义 90度鞠躬 道歉再道歉展现悔意 或许真的知错了 却弥补不了薛家人的痛 记者旅动生张若宇 S1小组台北报道